这离进球的出现 因为上半时的技术统计给出来了以后 我们看到了可能巡遊者的上半时只有这一次实打实的 但你看这身高 现在看我看这个进球里边的 半头以上 首先是张烈做出了一个成功的扑救 但是在二点的防范上不离奇无人盯防 曾经在天津泰达效力过的一名球员 门将张烈这一下的反应已经是非常快 果然呢巡遊者还是利用他们 比较娴熟和惯常的进攻的方式 利用巡航